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军情 大家看 首先我们有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导演博士 欢迎陈老师 好 我们来看第一条 日前在国防部召开的例行发布会上 发言人任国强大校就公众关心的国产航母最新进展 回答了记者提问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近日中国双航母首次在大连同框 有网友欢呼中国航母脱单了 并希望了解第三艘航母的相关情况 对此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大校介绍 我国的第二艘航母舰从大连的造船厂码头起航 赴相关海域进行了海上试验 主要是为了检验和测试动力系统等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于18日圆满完成试验任务 反抵大连造船厂 至于这艘航母的服役时间 我们将根据航母的建造的进度和实验的情况来综合确定 福建南平的网友樊臣提问 国产航母完成首次试航返回船厂 是不是试航出了什么问题 应该说不是说试航出现什么问题 应该这个返场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 我们讲所谓的海事 基本上分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船厂和海事 第二阶段是用户的海事 那么在第一阶段海事过程当中 你不可能一次出海完成所有的海事项目 那么你完成海事要回到哪里呢 这个时候你船还没有交付 依然属于船厂所有的东西 它肯定要回到船厂 所以回船厂是正常的状况 至于说试航当中 有可能暴露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 回船厂作为休整 这个也是正常的状况 最近美国白宫的安全人员怀疑 总统可能遭到了不明人员的监听 建议总统更换手机 但却被特朗普拒绝了 那么到底是谁在监听特朗普呢 近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现 可能有人在白宫附近进行监听活动 安全人员提醒特朗普 避免使用私人手机与顾问和议员打电话 每议员也敦促他使用安全手机 据媒体披露 特朗普通常使用至少两部政府配发的手机 一部经过安全处理 只能打电话 另一部迎合特朗普的爱好 安装了推特和其他一些新闻软件 据白宫高官透露 只能打电话的手机 装有摄像头和麦克风 也存在被黑客监视的风险 而装有推特的另一部手机 安全顾问建议特朗普每月更换 但特朗普断然拒绝 抱怨那样太不方便了 海南文长的网友寻路者提问 美国安全部门是不是太草木结冰了 怎么会有人敢监听美国总统呢 其实呢监听没监听 这个事现在谁也不能下定位 即使是美国的情报部门 现在讲的仅仅是怀疑而已 那么呢我们知道在美国 这个地方媒体创造热点 大家蹭热点扩大知名度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操作手段 即使总统也会经常被操作 显然这个新闻里头呢 这种操作的成分很大 本身这个就不是大张旗鼓来做的事 现在大张旗鼓呢 在媒体上操作这个事 这里头恐怕水很深 最近俄罗斯军工机构声称 他们已经掌握了缴获战斧导弹的工作原理 并将据此打造新的电子战系统 压制西方的巡航导弹 近日 俄电子技术集团人士 弗拉基米尔·米赫耶夫表示 根据对美国战斧导弹研究获取的信息 俄方将研制新型电子战系统 今年4月 俄罗斯在叙利亚意外获得了 两枚未爆炸的战斧导弹 俄科研人员经过研究 搞清了该型导弹的通信控制 和导航定位等工作原理 还实际测试了导弹的抗干扰能力 米赫耶夫称 新型电子战系统的完整研制周期 大约需要两到三年 集团目前正在进行 新技术研制的准备工作 新电子战系统将覆盖 西方导弹的所有工作波段 河南洛阳的网友洛言提问 导弹一般都装有自毁装置 怎么会被俄罗斯完整获得呢 导弹装有自毁装置 一般来说仅仅局限在一些 战略级别的导弹上 那么战术导弹 基本上没有装所谓的自毁装置 而且这个导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没有爆炸 如果你被拦截了 至少你会有部分的残骸 而大量使用之后 这些残骸是可以给你拼出一个 相对完整的导弹 也就是说呢 从这个防御方采用相关的技术手段 应该是能够获得 你这个导弹比较完备的一些 技术性能和数据 那么美国的战斧导弹的核心机密 居然被俄罗斯掌握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在将来的战场上 战斧导弹就会失效了呢 完全失效 可能性不大 但是它的效能肯定会降低 最近美国在叙利亚使用战斧导弹的时候 它的作战效能实际现在大幅降低了 所以实际上呢 美国人也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 它在不断地提升战斧导弹的技术层次 我们讲之前有什么战斧一战斧二战斧四 本身在不断地改进 另外呢 最近美国人也在提出 要有新的 类似战斧导弹的这样的打击武器 来代替原有的战斧导弹 好 感谢陈福老师的精彩解答 观众朋友 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军情大揭秘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军情大揭秘 再过五天 全世界球迷期待四年之久的 第二十一届世界杯就要拉开战幕了 届时三十二个国家的球队将用一个月的时间 通过六十四场比赛来决定 由谁捧走大地神杯 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 俄罗斯自2010年12月获得主办权以来 已经为这场国际赛事付出了将近八年的努力了 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和球迷骚乱 俄罗斯政府更是动员了21.5万人的安保人员 并将动用从地面到空中 从海上到水下的各种精锐装备 对赛场内外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那么俄罗斯为何会对世界杯的安保措施如此重视 这些安保措施中又有哪些亮点 值得关注呢 今天我们邀请了军事专家 房兵李立 魏东旭为您深入解答 对于全世界的球迷来说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就是他们最盛大的节日 每当这场足球盛宴来临的时候 都会令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球迷们 激情澎湃 热血沸腾 并且把这种火爆刺激的氛围传递到全世界 本月14号到7月15号 第21届世界杯将在俄罗斯的莫斯科 圣彼得堡 索契等11座城市进行 为保障本届世界杯的顺利举行 早在2016年俄总统普京就签署法令 设立跨部门的安保工作总部 由俄联邦安全局 国家反恐委员会 国防部 紧急情况部和内务部的高级官员担任要职 今年5月9号 普京又签署总统令 责承相关部门在世界杯期间强化安保措施 凡是在赛事承办地区举行的任何大型群体性活动 都要经过所在地内务部与安全部门的批准 此外 在这些地区将禁止出售任何民用 警用 军用的枪械 刀具及弹药等物品 世界杯是一项全球盛事 俄方也表示准备为世界杯提供最高级别的安保条件 那么安全问题对于一场大型国际运动会来说 有多重要呢 方老师 首先像俄罗斯世界杯这种重大体育散事 本身就应该作为反恐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来组织实施 首先我们知道俄罗斯它确实有一些潜在的宿敌 这个宿敌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 从历史上来讲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世纪前后打过两次车臣战争 而车臣的某些极端宗教分子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 应该说是俄罗斯境内历年多次恐怖袭击的 应该说主要的这个推手之一 这是一个 这是历史 现实 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这两年在离叙利亚出手 这个一方面是扶植叙利亚先政府 另一方面出手 打击 像所谓的伊斯兰国呀 这种极端组织啊 那么这些力量被从叙利亚打散了 打亏了 打败了 打出去了 他肯定要寻其报复 那么大家想想看 对于他们来讲 俄罗斯这次世界杯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呢 另外大家也都知道 俄罗斯本身现在在跟美国为首的北约和西方 这样一个对峙的 这样一个博弈的过程中 很多重大体育赛事作为他来讲 也是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的 大家知道今年这个上半年这个韩国的这个冬奥会 由于政治的原因 俄罗斯已经被排除在外 显然就是西方势力 我在这恶心你吗 折腾你吗 而且这次俄罗斯世界杯 之前跟英国之间那个所谓的间谍门这个事件 英国挑头拉了一大堆的西方盟国 对俄罗斯进行外交的制裁 甚至互相驱逐外交官 甚至公开讲出 我就要抵制你这些世界杯 那在这样一个政治跟体育交织的背景之下 大家想想看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 我是不是要不惜余力的确保 这一次俄罗斯世界杯的安全方面必须万无一失呢 随着世界杯开幕式的临近 本届世界杯的安保工作能否做到万无一失 备受全球公众和媒体的关注 为了保障世界杯期间不发生恶性安全事件 俄政府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 俄罗斯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 主要是因为俄当前安全状况不容乐观 恐怖组织ISIS就曾多次放话 要在世界杯期间制造事端 报复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就在不久前 俄安全人员还在亚马尔涅涅磁自治区 抓获了20名恐怖分子 这些人原计划要在5月9号 对在莫斯科参加胜利日纪念活动的人群 发动恐怖袭击 这起事件再次给俄罗斯世界杯敲响了警钟 目前约250万张世界杯门票已经销售一空 其中半数以上观众来自海外 如果把观众和游客加起来 估计会有数百万人涌入比赛城市 面对如此庞大的人群 俄方自然不敢有丝毫大意 为了应对一切突发状况 俄罗斯近日还展开了一场 有针对性的反恐演习 演习中 任何对赛事或人群不利的袭击者 都会被事先部署好的安保人员开枪射杀 此外 俄罗斯不仅要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还要考虑足球流氓打架闹事 众所周知 俄罗斯人好酒 为防止世界杯期间 球迷酗酒滋事 各举办城市都会在比赛前夜和当天 禁止销售酒泪 现在俄联邦安全局已明确表示 在世界杯上制造骚乱的俄罗斯球迷 将会被处以8到15年的监禁 从一系列部署工作 有条不紊地展开来看 俄罗斯在安保问题上的决心和信心 非同一般 5月3号 俄总统普京和国际足联主席 英凡蒂诺 在索契共同参观了 完成改建的奥林匹克体育场 在参观后 英凡蒂诺表示 俄罗斯已完全准备好迎接这一赛事 相关赛场很漂亮 尤其安保领域的工作是独一无二的 俄方可以与国际足联 共同把此次世界杯 办成历史上最好的一届 俄罗斯为世界杯的安保工作 出动了大批精锐部队 给人一种大敌当前的感觉 魏老师 这次世界杯的反恐形势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世界杯期间 俄罗斯所面临的反恐形势 还是比较严峻的 因为俄罗斯举行世界杯 它是要在11个城市的12个足球场 进行相关的赛事 进行相关的比赛 那么相对来讲 反恐和安保的范围比较广阔 战线拉得比较长 所以说它就需要动用 手中的所有的力量 那么在世界杯举行期间 俄罗斯还面临一个新的麻烦 其实就是足球流氓 比如说在赛事进行的过程当中 一旦俄罗斯本国的足球流氓 和一些欧洲国家的 这样的一些足球流氓 产生了这种冲突 或者说产生了比较大的 这样的一个矛盾 其实也需要军警力量 尽快地介入 否则的话 一旦产生了这种伤亡事件 或者说产生了一些 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可能也会给恐怖分子 或者说比有用心的人 可乘至今 那么在俄罗斯举办世界杯期间 我们还要强调一点 就是西方 尤其是美欧国家 应该放弃对俄罗斯的惩戒 在反恐的领域 跟俄罗斯进行这种情报合作 毕竟世界杯是属于全世界的 属于全世界的球迷 属于其曾有恐怖组织叫嚣 将在俄罗斯境内 使用改装后的低价无人机 搭载重达三公斤的炸弹 对世界杯赛场进行攻击 此前俄罗斯受到过 一系列自杀式爆炸事件的袭击 所以面对恐怖组织的叫嚣 俄罗斯政府进行了 针对性很强的战略部署 在世界杯期间 俄罗斯将在11座主办城市 和12座球场附近 划定数十个禁飞区 进行必要的空中管制 而首都莫斯科整座城市 在世界杯期间 都将禁止无人机升空 相应的 俄政府还会在世界杯举办城市 部署无人机干扰系统 将恐袭萌芽扼杀在摇篮里 根据俄军总参谋长 格拉西莫夫的命令 俄军将在赛场四周 部署R330居民 和R934汽车厂电子战系统 这些电子战系统 一般装备给俄正规军的 战术电子战营 对付民用的简易无人机 可谓是轻而易举 此次 俄罗斯出动包括 电子战系统在内的 众多精锐装备 足见主办方对赛时 安保工作的重视 除了这种大型装备 还可能会出现 单兵操作的反无人机步枪 例如 卡拉什尼科夫公司 在2017年 陆军军事展览会上 首次展示的 REX-1电磁反无人机枪 就很可能 也会投入到 本届世界杯安保工作中 另外俄军还将部署 S-400和 凯甲S-1防空系统 这两大系统 可以迎击任何空中威胁 并与电子战系统 构成软硬双重防护 俄罗斯对本届世界杯的 各种安保措施中 非常重视电子战来反无人机 这种反无人机手段 有什么优势呢 它能确保空中安全吗 李老师 我想这次反无人机 确实是这次世界杯之前 俄罗斯做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备 因为从今年的元月份 大家应该记得 俄罗斯曾经在叙利亚的基地 赫明明基地 曾经遭遇过一次 无人机的远程恐怖袭击 那么当时这个模式 如果说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未来如果说在世界杯上出现 这对俄罗斯来举办来讲 它肯定是世界性的灾难性的 那么这个实际上 是俄罗斯首先必要防范的 那么第二个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无人机真正如果说 它要使用的话 真正电磁干扰 可能是最便捷的手段 你看一下俄罗斯这次 它的军工企业展示的 这个电磁干扰枪 总重量大约就是几公斤 比如说六公斤 七公斤 十几斤重 那么这样的话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 使用是很便捷的 另外它能够迅速实行瞄准 瞄准整个释放电磁干扰 压制的过程 可以持续四个小时 那么我觉得这样一个 续航能力 包括它可以压制的范围 实际上给反无人机 带来了很便捷的条件 而第三个就是说 它这种压制它是干扰 而干扰在现场 它是不产生碎片的 因为我们知道 所有的拦截 它要是一旦是导弹拦截导弹 子弹拦截导弹 它会产生碎片 而一个碎片 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讲 是非常不安全的 而电磁干扰它是无形的 也就是它是软压制 那肯定它不会产生 相关的其他的危险 位于黑海之边的索契 是俄罗斯著名的 旅游度假胜地 也是世界杯比赛会场之一 由于索契地处 反恐形势比较复杂的 高加索边境地区 因此索契的安保 就显得非常关键 目前俄海军黑海舰队 已经专门组建了一支 由六艘巡逻艇 和两艘护卫舰组成的 小型舰队 负责此次海上方向的 安保任务 这支舰队包括 21980型反破坏艇 1124M型反潜舰 1241型导弹艇 266M型扫雷舰 03160型巡逻艇 还有11356型护卫舰 这些中小型舰艇 将执行近海反潜 反挖人 中进程防空 以及远海护卫等任务 除了海上防护外 俄罗斯还要防止恐怖分子 从水下发动袭击 黑海舰队的战斗 挖人战斗力不容小觑 在俄海军特种作战力量中 独立第137特种侦察处 隶属黑海舰队 其装备的最新式ADS 水陆两用步枪 是世界上第一款 两栖作战步枪 在索契冬奥会期间 就曾使用过 该枪 由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设计 既能装水下设计的子弹 又能打地面使用的常规子弹 出水或入水时 只需更换弹夹 切换倒计阀 便可一枪两用 另外黑海舰队 还有一支著名的动物兵部队 其成员主要由海狮和海豚组成 它们的嗅觉异常灵敏 可以完成人类力所不及的任务 比如搜索出水下爆炸装置 并对敌方挖人发起攻击 从1973年开始 苏联海军就在塞瓦斯托波尔港 训练海豚执行军事任务 苏军的海豚甚至能从直升机上 直接跳伞到海里 还能适应枪支射击的震动和声音 1983年 海豚祭坦在扫雷比赛中 甚至完胜人类操作的扫雷艇 俄罗斯的世界杯安保工作 已经从海上延伸到了水下 恐怖势力有从水下 发动袭击的能力吗 俄军严阵一带 能否让恐怖分子知难而退呢 王老师 我觉得恐怖主义势力 这种恐怖袭击 现在它也是在向 多个维度的去发展 你比如水下的恐怖袭击 挖人嘛 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包括历次的海战史上 你看挖人的水下突袭 这种经典的战力 当然失败的有很多 成功的也不少 屡见不像 至于俄罗斯这样一个 我们讲严阵一带的 整个黑海舰队 水面的空中的 水下的甚至连海豚 都开始动用了 能不能扛得住 我觉得这个恐怕 不仅限于你 投渡多大的力量 而在于 你把这些力量 如何按照 有别于战争的 反恐的这样一个手段 去使用 去部署 去准备你的反恐计划 去使用你的力量 如果俄罗斯在这方面 能够把以前很多 反恐的有机的经验 跟水下作战的 一些作战行动 有机的结合起来的话 我想它会做得很好 看来俄罗斯对本届世界杯的 安保措施所做的努力 还是非常周到的 让我们预祝 本届世界杯能够圆满顺利 好了 这个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 台湾新式高教机开工典礼 们近日前往台中清泉钢机场 汉祥园区 参加新式高教机 组装开架典礼 并与台防务部门主管 严德发等人 共同启动光球 随后将一根加强类 安装于结构油箱上 该机制造商 汉祥工业董事长 廖荣新声称 蓝阙将于2019年9月出厂 2020年6月首飞 全部飞机将于2028年交付完毕 据悉 该典礼象征台湾自制的 蓝阙高级教练机 正式开始组装作业 有报道称 之前台湾有意购买 意大利M346 韩国T50等教练机的设想 然而外购飞机 因种种原因最终搁浅 使得台湾不得不 基于现役的IDF战斗机 开展所谓的次性研发 IDF是美国在上世纪 帮助台湾研制的战斗机 台湾方面声称 目前能够生产 该机10%的零部件 此次台湾研发的 蓝阙教练机的前身 就是我面前的这架 双座型的IDF战斗机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机身长14.48米 翼展8.53米 正常起飞重量只有9吨 是一架典型的小飞机 它采用了双座双发布局 学员做前座 教官做后座 在飞行中的后座的教官 可以随时监控 前座飞行学员的操作 从上方来看 它采用了类似F16战斗机的 一身融合边条翼气动布局 在飞行中 机翼前方的边条 能够产生流过主翼上方的窝流 能够有效地提高机翼的生力 在机身后部 就是两台加力涡扇发动机 为了将这架战斗机 变为教练机 蓝阙的设计 主要是将双座型的IDF战机 局部修改 总体布局不变 拆除机头的雷达与位于后机身的发动机加力系统 以减轻重量 并将机翼加厚 以储存更多的燃油 经过这么一番小打小闹的改进 双座型的IDF战斗机就摇身一变 成为了台湾的新式教练机 从媒体发布的信息来看 此次台湾研制的新教练机 与IDF战斗机有很浓厚的血缘关系 而IDF采用了大量的进口部件 在其基础上研发的蓝阙 就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自主产品吗 魏老师 那么台湾方面之所以急于要研制这种蓝阙高级教练机 就是因为它手头的教练机实在是太不靠谱了 所以说它就希望利用自身的这种军工企业和军工能力 具体而言就是汉祥公司 利用汉祥公司IDF金国号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团队 让他们重新的捡起这样的一个设计工作 但是我认为它研制出的这种简配版的金国号 也就是蓝阙高级教练机 60多架左右 基本上是可以满足台湾空军的培养飞行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但是它最功之一可能并不再久 那么研制这样的一种高级教练机 如果说60多架来讲 我认为它这个数量还是有点偏多的 因为台湾空军它整个的这种战斗机的数量 包括飞行员的规模 可能并没有那么大 不一定会需要66架的高级教练机 那么它为什么说一定要自主研发呢 我认为当这66架高级教练机研制成功之后 装备台湾空军之后 它可能会在蓝阙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改进 强化它的对地攻击和对海攻击的能力 让它成为一种专用的攻击机 或者说战斗轰炸机 那么比如说针对这种海面的登陆舰艇 水面的作战舰艇 甚至是登陆兵力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压制 它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 也就是研制出蓝阙之后 台湾方面可能还会有后手 可能会把它作为一种空中的火力打击和火力的支援平台 那么对于台湾研制这款高级教练机 尤其是它后续的建造数量 包括对它进行改进和升级 我认为大陆方面有必要去保持警惕 因为在研制的过程当中 不仅有台湾的企业参加 可能有一些美国的防务企业 有一些美国的军火商也可能会介入 可能会把一些先进昂贵的传感器 包括一些机载的火控系统 武器系统通过一些渠道输送给台湾 据称蓝阙教练机将用于取代老旧的AT-3教练机 承担训练任务 AT-3又称自强号 它是上世纪70年代 台湾与美国合作研制的高级教练机 由于台湾航空工业质量管理等方面的缺陷 AT-3故障频发 事故率居高不下 在其服役生涯中 累计坠毁达15架 由于经常发生教官与学员一同丧生的惨烈事故 因此AT-3又有寡妇制造者的称号 作为AT-3的后继型 蓝阙的前身是台群现役的IDF金国号 IDF是上世纪80年代 由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协助台湾研制的一款轻型战斗机 号称是亚洲第一架三代机 该机以具备超视距作战能力和轻便灵活为特点 安装了两台F125加力涡扇发动机 其简化版本称为F124发动机 被意大利的M346教练机采用 也就是说 IDF作为一架战斗机 无论在大小还是动力方面 都与同时代的高级教练机相去不远 这在第三代战斗机之中十分少见 作为台湾航空工业的代表作 IDF在服役过程中不断出球 去年6月23号 该机在演习中发射空空导弹时 导弹发动机未能点火一头栽入大海 11月21号 台军安排IDF进行性能展示 不料飞机落地后却发出滚滚浓烟 使得后续表演不得不取消 今年1月25号 一架编号1424的IDF战机 完成例行训练返航时 又发生左起落架轮胎爆裂事故 有台湾网民调侃IDF其实就是英文 我不能飞的缩写 台湾汉祥工业董事长还耐人寻味地声称 蓝雀可以挂载武器 有可能升级成一款真正的战斗机 蓝雀教练机是在IDF战斗机的基础上原制的 但是台湾方面此次却声称 蓝雀未来还有可能升级成战斗机 这么来回折腾 台湾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呢 方老师 你战斗机改教练机可以 教练机改战斗机也可以 但是把战斗机改成教练机之后 再把这个教练机再改回战斗机来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说得到像绕口令了 如果他这么玩的话 只能证明台湾所谓的航空工业 真的已经走到头了 因为这些年他确实是没干什么正事 而正因为没干什么正事 无论是技术的储备还是人才的流失 都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不乐观的地步 大家知道IDF吗 IDF本身就是防美国的F16稍微放大一点 I don't fly 最后我把这个I don't fly 我把它这个改吧改吧 我改成个教练机 这个没问题 我把这个改成教练机 我这个航空工业 说往前走一走 也还说得过去 但是过两年 我如果实在没路可走了 我把这个教练机改吧改 我这个蓝阙 我又改回成一种新的战斗机 我又说是更大的发展 那你这个东西说明什么 是不是说明你这个道快走到头了呢 就是谁 近年来台湾岛内台独分裂势力 不断腥风作浪 在抛出各种分裂言论的同时 还企图以所谓的防务自主 来实现所谓有效嚇阻的目的 据报道 蓝阙研制方声称 新教练机命名的由来 是因为蓝阙在与外敌入侵 就会立即反击 符合台军方设想 台湾当局还想借此彰显防务自主的决心 同时希望通过该机的研制 为下一代战机的发展奠定基础 此前台湾前防部门主管冯世宽曾宣称 台湾将进行下一代隐身战机的研发 但他对细节三肩其口 只是表示新机必须要有雷达隐身能力 并称这对台空军未来的发展非常有意义 一般认为 这是只要达到第四代战斗机的水平 但台湾中山研究院航空研究所所长马万军 在访谈中声称 台湾正在展开新发动机研发 意图从外国发动机改进 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只是表示 下一代战斗机连名称和立项都没有 谈不上具体性能要求和设计 只是在技术准备阶段 第一步是要从美国获得关键技术 由此看来 台军所谓自主研发项目的成败 一切都将取决于 美国是否会为其提供技术援助 台湾方面接连抛出各种武器研发计划 还宣称要研制隐形战机 企图以此为台独保驾复航 贵老师 台湾真的有这样的能耐吗 我认为台湾虽然说它研发出了所谓的金国号轻型战斗机 现在还在自主研发这个蓝雀高级教练机 但是它所谓的自主研发的武器装备 其实还是含有美国的基因 如果说缺乏美国提供的一些电子设备 包括发动机 它的战斗机根本飞不上天 因为台湾岛内的军工体系 研发体系并不是完善的 它想百分之百的搞出这种台湾血统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 从技术角度上来讲根本是不可能的 那么它现在之所以要研发出一些新产品 想研发出一些新式的武器装备 打上这种自主制造的这样一个标签 还是想为蔡英文 她的这种执政能力去加分 那么另外一方面 直接从美国采购这种进攻型的武器装备 包括一些大件的主战装备 可能会受到大陆方面的抗议 和我们的相关的这样一个阻挡 那么如果说 披上了这种自行建造武器装备的一个外衣 再通过一些暗中的交易 通过一些秘密的渠道 把一些美方的核心技术拿过来 这可能才是台湾自行研制战斗机 或者说自行研制其他的作战装备的一个核心的根本的目的 众所周知 台军所进行的各种武器研发项目 无不打着自主的旗号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近日在台汉光34号演习中 台军一架美制F16A战斗机实施坠毁 台军外购机队规模进一步缩水 为了实现装备自给自足 避免发生外购武器难以得到补充的尴尬 除了蓝雀教练机 台湾还宣称将进行各种自研武器项目 据报道 蔡英文在蓝雀开工典礼上还扬言 台湾将继续推动防务自主化 并希望台湾年轻人能加入进来 这表明台当局希望透过这项计划 重新整合台湾的航空研发能力 开展一连串的武器自制计划 落实防务自主政策的目的 在光鲜的口号之下 难以掩盖台湾航空工业基础薄弱的现实 美国媒体更是宣称 由于台湾自己并没有完整的研究制造能力 如果坚持自造教练机 最终仍不得不向美国采购无法自制的零部件 由于台湾只能自制50%的发动机零部件 和20%到30%的航空电子设备 这意味着美国公司仍在这个项目中有巨大的机会 台湾方面抛出各种雄心勃勃的防务自主计划 也许只是台当局一厢情愿交保护费的新一轮尝试 从以前的制造潜艇到如今号称研制新型战机 台当局不断上演一出出防务自主的闹剧 并且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援助 那么李老师 台湾当局在防务自主这条路上还能够走多远呢 我想现在很明确地看到这条路是越走越窄 因为如果它自己真的有它所谓的自主的这种能力 那么爱电F之后应该早就出来四代机 哪怕你没有四代机的现代的成品 比如说首飞啦一些具体的进展 那么起码也应该有着相关的研发 更何况如果说所谓的潜艇自造计划 如果我们认真地想一想 这个计划提出来到现在恐怕不是现代的新概念 至少有一二十年了 可能二十年我觉得都不止了 而且美国曾经承诺的就是卖给它 它所谓的这个常规潜艇 最终的向全世界采购了一圈 最终没有任何国家敢交付 美国自己又没有常规潜艇的生产线 最终的一搁置再搁置到现在都没有交付 所以我觉得始终这个所谓的自主的研发 它在台军的整个武器装备的研发的过程当中 它就像一个大笔一样是挂在那里的 就需要把它吆喝的时候 我把它拿出来喊两句 那么真正的吆喝完了以后 一旦有了外购的渠道 那么台军实际上还是愿意外购的 而且这几年 特别是在整个的外购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很多的丑闻 你就包括巨额的佣金 也包括拉斐特 包括康定 就很多的这样一个武器装备背后 都有巨额的黑金的内幕 所以这样一条路我们会发现 它不是说好像我们说它走不到底 而是过去所有的实践已经证明了 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它是走 也感谢您的收看 聚焦军事新闻 关注创业资讯 感谢3158创业信息网的大力支持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欢迎您在下周六晚同一时间